十大封号五帝之一 绝世古飞扬在天荡山脉宇宙 于十五年后转世重生 化为天水国公子李云霄 开启了一场与当世无数天才相争风的逆天之旅至尊 叶凡听李云霄这么一说顿时愣住了 感觉好像是有那么一点道理 那一直屹立在大海上的魁梧男子 从出现到现在都是半闭着眼睛 一副瞌睡的模样 此刻却是缓缓地张开眼来 轻声地说道 小心 古红脸上闪过一道不快之色 哼道 闭上你的嘴 这点小伎俩何须你来提醒 魁梧男子并不生气 只是眼眸里再没有了睡意 而是眸光似水地静静看着 嘉心虎踩在水球上 手中印诀不断地变化 每一下都显得异常吃力 胸口上的伤势不断地加深 水面上的数十名妙玄宗弟子 同样是面色苍白 配合着嘉心虎失觉 一个个咬紧牙关拼尽了全力 他们也都知道 这最强一击若是还不能击杀对方的话 那么所有人都危险了 烈空悬 嘉心虎猛然一鹤 直接凌空一跃而起 身上光芒一闪 再次抽出之前那柄破碎的旋气 咬牙斩了下去 而那水球在他跃起的瞬间 开始变化起来 球上慢慢汇聚成一个人的上身 完全由水元素凝成的半身巨灵 仰天大吼一声 高高举起双拳 抱在脑后猛地砸向骨虹 那水元素巨灵的手臂上 满是狂暴的符纹 双拳合握之下 画出一柄巨大的锤子虚影 震得天空一片轰隆隆巨响 骨虹一脸的猙獰 双手合在身前掐绝 肌肤上顿时布满各种符纹 一道道恐怖的气息贯穿了出来 在他身后升起了一道白光 骤然画出一柄刀形 轻贺一声 便朝着嘉心虎和水元素巨灵斩去 刀光所过之处 一片惨白的炫白世界 李云霄身形猛然一动 直接瞬移一下就消失在原地 远处那屹立在大海上的魁梧男子 瞳孔一缩 骤然伸出右手来 朝着天空中一抓 天空就像是一块木布一般 被他扯了一下 一股巨大的犀利诞生出来 万物朝着他的手中坠去 就连旁边战场 也受到了这股力量的牵引 李云霄的身影在空中显化出来 神色不变地直接化作雷电 一下子横空顿出数十米 就朝谷虹移动而去 那魁梧男子脸色一沉 闪现出怒意 抬起脚来就要跨出一步 鼓虹面色冰寒喝道 不用动 让他来 那声音当中带着无比的威严和骄傲 看着李云霄横肚而来的身影 仿佛不屑一顾 李云霄嘴角擒着一丝冷意 哼道 狂妄的无边了 但你有这个实力吗 他手中寒光一闪 冷箭冰霜刹那出手 箭芒闪动之下 整个天空瞬间变色 一下子晦暗不明 什么 鼓虹一惊 不远处那魁梧男子 也是瞳孔皱缩 有些担心起来 夜色沉下之后 天空上突然出现一道光亮 直接照射下来 云端曙光乍现 一抹晨曦 冉冉升起 箭爵 晨光 冷箭冰窗上 弹射出道道磨合骨字 绕着箭身飞旋起来 并有箭灵争鸣 箭光所过之处 浮现出一片白色烟雾 其实都是箭身上的寒气 所出之后 空气中凝聚成的细小冰晶 直接冰封一片 鼓虹顿时脸色大变起来 这箭一支墙 实在是出乎他的预料 若是单独对上的话 自然不会慌乱 但此刻自己一身刀气 都在迎战夹心虎 和水元素聚临 哪里还有如此强大的力量 分身坚固 他眼中闪过一道慌乱之色 更是有种危险的感觉 从心底涌起 刹那间 他手中绝影一变 那已经凝结成形的白色刀芒 在空中一致 像是突然抽空了力量 变成无根之木 无本之源 一下子威力大减 而他身后 却是骤然浮现出两道白光 争的一声 画出双翅 凌空一盏 鼓虹 争宁的面容之后 浮现出淡淡的争灵虚影 就好像张开双翅 与他重叠在一起了 白色的翅膀上 无数羽毛直接倒立起来 仔细望去 尽是一柄柄的刀芒所画 双语在李云霄身前一展 便如同万刀斩过 一瞬间浮现出千万刀影 恐怖的刀器奔捨出来 李云霄心中一惊 那真灵虚影便是一只 生有羽毛 同时全身鳞片覆盖的 水陆空三七生物 他在铜柱林间曾经见过此物的铜雕 似乎在真灵里面排名并不算前 但此刻仿若和鼓虹融合为一体 散发出来的那股威压 却像是山月一样 令他的身形大震 并且内心涌起了一股巨异 正是上位者对下位者之间 散发出来的那种天然的优势 这种感觉他不久前刚刚经历过 便是面对屎龙真身的时候 只不过压制感千差万别 后者是完全压制的他无法动弹 而此刻只是阻碍了体内圆里的运转 敢打我女人的主意 死吧 古虹宁笑了一声 顾不得身后的刀型被水元素聚灵 和嘉心虎敲碎直接羽翅展开 朝李云霄展去 李云霄面色冰寒 眉心处凤凰虚影一闪 一股跨越时空的争鸣声传来 一下子就破开那股真灵威压 长剑猛的击了上去 刀芒剑气相互斩在一起 激发出无数刺目的声音 像是千鸟鸣叫将天空撕裂成无数碎片 李云霄一箭击出后便觉得刀器难挡 扑面而来 他猛地收剑而立 再一箭刺出 顷刻间画出万道残影 在大海上不断地轰击着那刀影 将其尽数斩碎 而此刻嘉心虎更是大喜过望 他之前看到李云霄出手 并没有抱太大的指望 毕竟对方只有七星五地的实力 基本上就是一招就死的货色 但随后而来的剑意意象 却令得他心中狂喜 紧接着谷虹完全不顾他这边了 一下撤走刀行上的力量 让他和水元素距离联手之下 瞬间击碎刀行 猛一刀一锤击向他的本体 古虹此刻迎击已经来不及 他猛地转过头来 猙獰的脸孔一下子化作兽形 与身后的猙獰虚影一般母耳 直接张开大口仰天长笑 天空猛地一下震荡 从他身上那些符文中 飘起大量的青色细丝 一下子在身外交织起来 凝成一张青色的丝网挡在身前 刀锋之下直接将那青丝网斩成两段 刀翼去尸不减 紧接着砍在古虹的尖头 一道鲜血击射出来 而水元素聚临的双拳 也是将青网轰的粉碎 全力植入古虹的胸膛 在这一拳击出之后 水元素聚临也瞬间瓦解开来 化作一滩海水坠落下去 古虹猛地吐出一口血来 直接在海面上震飞数十米 露出极度阴冷冰寒的目光 他肩膀上的那道刀痕触目惊心 直接裂开到了骨头 整个手臂都几乎要垂了下来 而且胸膛上的伤势更是惊人 完全凹陷了下去 背后隆起 里面骨头不知碎了多少 嘉心虎惊恐地望着远处拼命喘息的古虹 心下一片恐惧骇然 这样都还杀不死他 随着水元素聚临的消散 那数十名妙玄宗的弟子顿时脱离下来 一个个半坐半跪的在海面上 随着海水起伏飘动 彻底失去了力量 李云霄则是面色一寒 眼里爆出冷色来 他之所以突然出手 是因为存在出手的价值 之前嘉心虎等人的出手 完全不能牵制住古虹 即便他出手也是白搭 所以一直在静静地等待机会 但想不到对方竟然如此自负 也同样如此强悍 竟然硬抗他三人一击 几乎等同于三名九星五帝的强者联手了 咕噬 古虹再次连连吐出两口血来 整个人变得虚弱无比 能够将我逼到这个程度 你们这些渣渣也足可以引以为豪了 他虽然不断吐着血 但嘴角却擒着一丝冷笑 而且越来越冷 嘉心虎被他看得发毛 强行壮胆道 你 你笑什么 古虹愣愣地说道 我笑你死到临头还不自知 胡扯 要死的人是 嘉心虎怒斥一声 正要喝骂 想尽量拖延一点时间 却突然戛然而止 他的眼中猛地露出惊恐之色 只见自己身上不知何时缠绕了无数细小的青丝 正是之前对方一笑之下 从身上蹦射出来的 那些青丝被他斩断后 再被水元素距离一哄而散 却没有消失掉 而是断成了无数短小的存在 不知何时依附在了他的身上 让嘉心虎魂飞魄散的是 那些细小的青丝 竟然在不断地挪动着 更是往他的体内钻去 他骇然地急忙将刀扔掉 当场双手掐绝 身上涌出无数的金光 九天地气像是喷泉一样 从体内轰出 拼命地抵抗起来 想要将这些青丝震碎 但那些青丝却好像能够吞噬地气一般 一下子就骚动起来 远远望去 嘉心虎就好像穿了一件会闪光的衣服一样 古红冷笑道 这些青蛆 乃是依附着我们出云一族生存的可怕灵虫 一旦被他们附体 就会不断地蚕食你身上的地气 直到你的力气耗尽 它们就会钻入你的体内 之后 哼哼 嘉心虎的额头上冷汗淋漓而下 吓得身体颤抖不已 拼命哆嗦道 大 大人 我们无冤无仇 误会 这真是一场误会啊 他几乎要哭了起来 这真是一场误会